在今天的向河足球基地 我们还终于见到了国安新元李志豪的身影 这位来自香港南华队的31岁编后卫 究竟能否适应国安队的环境 还是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下午的比赛之前 国安队正在进行着热身训练 这时一张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斯塔诺一番简短的介绍之后 李志豪就算正式加入了这个集体 不过由于前一段时间并没有参与系统训练 李志豪的身体状态还不能满足上场比赛的条件 于是斯塔诺临时给他安排了有氧跑的训练项目 为了进一步观察李志豪的身体状态 体能教练薛森还特意让他体验了一下卡努特的训练计划 薛指导的预期并没有成为现实 同样是刚刚归队卡努特还是按照标准完成了训练计划 而李志豪则是因为身体原因提早退了下来 那今天看你在刚才跑了几圈吧 然后感觉身体状态现在吃不吃饭 有一点不幸运 希望明天会更好 现在体能状况是怎么样 我听普通话一点点还可以说的 我说现在身体那叫体能 体能 体能还可以啊 又慢慢来 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训练 十天的时间没有训练 感觉现在跟今天的这个卡努特跑有点吃链 挺辛苦 看来除了体能状况之外 要想尽快的融入球队 李志豪的普通话水平也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好在对于来自中国香港的李志豪来说 国安队里还有杨志这半个老乡 相信在观看了一场国安与巴西的教学赛后 李志豪对于国安队应该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就是队里面的情况你了解吗 在编后卫的位置上比较缺人 我不了解 那你觉得你有信心在队里占据位置吗 我希望自己可以人体精神啊 嗯 能踢什么 能踢 能踢 那个吧 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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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想象那个北京球你来说的 呃 希望你们支持我啦 呃 我可以 尽力踢一点好的球 给你们看 嗯 体育频道记者香河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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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